新北市泰山区长照机构奇迹之家举行新家园上梁祈福典礼 游天主教台湾总修院院长罗纪园主持 新家园市三层楼建筑共400多坪 提供日照服务空间、多功能教室、社区关怀据点活动 送餐服务的中央厨房、照顾咖啡馆、行政空间等 预定明年9月完工 这是一栋多功能并提供多元长照服务的建筑 目的是为回应台湾高龄社会的需求 关怀长辈们以实践教会传爱的使命容神一人 奇迹之家真的替我们新北市政府服务我们很多的长辈 他从103年到今年112年连续10年 都是我们基优的宗教团体 民政局长林奥厂表示 奇迹之家连续10年都是优秀宗教团体 递社会做很多公益 相信在大家的支持下将能更扩大服务 立法委员洪梦凯到场祝贺表示 借由众人小额捐款让小爱变大爱 汇集大家的力量就会完成使命 我们今天能够共同坐在这边参与这样的一个上凉典礼 背后所有人的点点滴滴付出 一点一滴小爱变大爱 汇集所有人的散款 能够来做这样的一个奇迹之家 我想这是非常难能可贵 我们已经募到了3890万 已经很努力了 可是离我们的8900万还有一段距离 我们也每天祈祷 也每天为我们的恩人们祈祷 也需要我们的一个愿景 我们能够达成 奇迹之家董事长马玉杰兄女表示 感谢各界的爱心 现在新建筑进度到第三层楼 但经费跟预期目标仍不足5000万元 他恳请各界响应新建工程筹措金费 记者胡宇轩泰山采访报道